Hello 又是我Sally 終於放暑假了 接下來這個暑假 有很多活動可以四圍去看看 例如K11有多拉英門的展覽 可以跟不同造型的多拉英門拍照 而現在會展有書展可以走 接下來還有動漫節 千萬不要錯過 不過有這麼多活動 都不要錯過金奇業 Sony最新公佈一部專為拍Vlog設計的相機 ZV-E10 II 內置BIONXR圖像影片處理器 採用APS-C感光元件 配備2600萬像素EXMORE R CMOS感測器 擁有759個平面上位檢測自動對焦 可以支援4K60格錄影 以及10bit 422影片拍攝 新機還加入了全新Creative Look 和Cinematic Vlog創意拍攝功能 內置10種預設類鏡 輕鬆可以拍出不同風格的照片 Sony ZV-E10 II淨機身的售價 就是7690元港幣 同時也推出了16-50mm F3.5-5.6的Kit鏡 套裝價就是8690元 現在已經接受預訂了 BankQ最新推出兩款 專為休閒遊戲玩家而設的 遊戲投影機 TK710和TK710-STI 兩款新機都用上雷射光源 提供3200ANSI流明亮度 和2萬小時的壽命 能夠以像素移動技術 輸出4K解像度和HDR10畫質 支援4K 60Hz、16.7ms低延遲輸出 或者1080p、240Hz、4.2ms低延遲顯示 TK710在2.5米的距離 可以投射到100吋畫面 而TK710-STI在1.5米的距離 可以投射到100吋畫面 還附帶Android TV、Dongo 可以直接享受到Netflix等的串流服務 TK710和TK710-STI 兩款投影機的定價 分別是£1349和£1599 NEO將推出一本 名為Sound A的HDSS Hi-Res耳機 新耳機可以細分為全球調音版 NSA-GB 和日本調音版 NSA-JB 以樂器調音中使用的A音命名 採用與旗艦型號Overture 相同的可換式調音嘴結構 更搭載全新NEO Driver N8G2 結合8mm Gen 2-Segma K 震膜 和CCAW音圈 能輸出清晰、強勁、高解釋度的聲音 雙腔體結構、可拆射式發聲管道 和HDSS抗失真技術 近期還附有專用導引訊號線 和抗菌矽膠耳塞 Sound A的HDSS耳機 將會在7月底 在日本地區上市 售價就是19,800日元 iFi Audio最新公佈一款 具有藍牙傳輸功能的 DAC解碼Zenblue 3 用上Crocom QCC518X 配ESS Saber解碼晶片 支援APTX Lossless 藍牙5.4無損寸流 支援16bit 44.1kHz CD 音質無線播放 最高支援1.2Mbps 對應雙向藍牙傳送 可以將藍牙播放寸流信號 傳輸去到另一個播放裝置 還設有RCA、USB-C、光纤 以及同軸接駁 還有4.4mm耳機平衡輸出 最高支援24bit 192kHz格式播放 官方定價就是$299美金 VIO推出一本電攜卡式帶播放器 CP13 外形靈感來自1979年的Sony Wattman 用上復古方形設計 機身有播放、快進快退等基本操控案件 配備USB-C充電端子 續航時間可以達到13小時 CP13附設4.2kHz 摩打 比傳統卡式電腦更高 摩打穩定電腦可以確保穩定運行速度 減少不必要的音調變化 機身提供一個3.5mm的耳機輸出 方便用家可以直接收聽 VIO強調CP13可以提供更加穩定的信號傳輸 更高的信奏比和可以更低的失真 至於它的官方定價就是$99英鎊 iBasso Audio最新公佈一款Quad DAC 電攜解碼易礦 DC07 Pro 配備4顆Circus Logic CS43131解碼晶片 和自研發的FPGA Master電子技術 可以提供原生32bit 768kHz PCM 和DSD512解碼播放 搭載0.96吋的OLED屏幕 鋁製機身 新機負設4.4mm平衡 3.5mm耳機輸出 和USB Type-C輸入 最大輸出功率達到430mW at 32Ω 動態範圍就是134dB 官方定價就是$1,688元港幣 有傳Sonos很快就會推出一本 旗艦音響ART2 還有少量的實物圖流出 新款的音響代號就是Lazzo 外觀設計幾乎跟前代一樣 但內部技術就有重大提升 據知新的喇叭的發聲單元 全部都是重新設計過的 音質有明顯提升 還會整合荷蘭初創公司Mate的技術 ART2支援Dolby Atmos音效 背面新增了實體開關去關閉microphone 還可以和Sonos Ace的耳機 連接享受spatial audio播放效果 新的Soundbar預計會在今年10月發布 官方定價就是$1,200美元左右 大家就可以留意我們最新的報導 Audio Technica剛剛推出新款 ATH-CKS30TW Plus真無線耳機 專為喜歡低音的耳機玩家去設計 耳機搭載9mm驅動單元和定制聲學導管 可以營造豐富音場和正確的控制三頻效果 配戴者可以透過應用程式去調整超低頻的EQ設定 享受深層低音 新耳機還提供主動降噪功能 有透傳和通話模式選擇 開降噪之後可以持續使用6.5小時 連充電盒可以用到17.5小時 耳機具有IP55防水防塵等級 提供四款顏色選擇 定價就是89元英鎊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Share給朋友看 和多留點言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